近日,巨奥东方2023电视剧品质盛典隆重巨型,吸引了众多明星和观众的关注。 这一次,阵容豪华的盛典主题紧扣向光而行,向阳而生展现出电视剧产业的发展趋势与追求。 然而在其背后有一些奇怪的选学背景解读,也在网络上引起了一些热议。 据一些网友所称,杨超越身着粉色春日繁花群出席了红毯。 代表了理想之城剧组出席了盛典,网友们称赞它成为了最美的花仙子,特别是在选学背景解读中,对此有着更深层次的解释。 有网友认为理想之城这部剧聚焦于建筑行业,传递着职场正能量。 杨超越身着花群在盛典上的出现,则代表了对于建筑行业的保护和支持。 而花仙子更加象征着自然和人类之间的和谐共处。 因此,杨超越的出现则具代表了这部剧的成功与优秀,也代表了对于自然环境的尊重和关爱。 不过,在这些奇怪的选学背景解读之外,我们更应该重视电视剧产业的发展和变革。 中国的电视剧产业在过去几十年中得到了迅速发展,并且逐渐成为了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观众需求的改变,电视剧产业仍然需要不断的进步和创新。 因此,这次电视剧品质盛典的举办,这是为了鼓励优秀的电视剧作品的诞生。 同时,也是为了引导电视剧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。 无论是从内容和制作水平上,还是从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上,电视剧产业都需要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开放的思维。 只有如此,才能让电视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民文化产品,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。